福建舰甲板上所有的大鹏现在都已经拆出来了 露出了三条电磁弹射器 那真容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现在开样子就要出海海市了 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到2025年就能服役 那么有分析就认为 福建舰虽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常规动力航母 但是它的作战能力只有现在美国福特级的80%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敏论评 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 福建舰的三条电磁弹射器已经完全拆掉了顶棚 距离拆掉第一个顶棚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个月 看来这三条电磁器的安装进度很正常 而且挺快的 安装过程也是比较顺利的 不久前呢 我们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图片 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福建舰的烟囱 在那边似乎开始冒了一下黑烟 这个应该是在测试它的动力系统 在今年三月份以来呢 福建舰一直在进行细薄和推进的测试 一系列的迹象来看啊 很快就可能要进行海事了 那么根据航母的测试规律呢 这第一次的海事啊 一般它会靠近这个岸边的水域来进行 不会开得太远 因为它主要是要测试一下动力啊 推进啊 导航通讯等等等等 同俗说呢 就是看看这船啊 造好了 它能不能开得起来 开起来顺不顺手 情况怎么样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那就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海事了 那这个阶段要进行很多的项目的测试 你比如说进行各种舰载设备的测试啊 包括这些雷达啊 包括动力设备啊 包括通讯设备啊 包括这个武器系统啊 福建舰和前两艘航母那个非常不同嘛 首次使用了电磁弹射器 这要测试的内容和测试的项目 呃 还有这个复杂度肯定是大很多嘛 所以都需要进行时间比较长的啊 这些测试 包括我们常说的弹射那个小车什么的 也都是要在这个阶段完成啊 那么在福建舰的第二阶段的这个测试过程啊 要是预估一下 至少要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呢 福建舰将会在2025年服役 咱现在已经无可争议了 呃 满载排水量啊 超过8万吨的福建舰 那肯定是世界上当今最强的常规动力航母了 它也将搭载殲-15T就是弹射型的舰载机 以及后续必然上舰的殲-35隐形舰载机 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战斗机了 不过呢 也有分析就认为啊 福建舰即便能够顺利的服役 那么它所组成的航母打击群的战斗力啊 最多也只相当于美国现在福特级航母打击群的80% 从现在的编队情况来看啊 福建舰如果出去的话 那至少它会配出两艘的055大驱 那么四艘左右的052驱逐舰 还要有补给舰以及水下的攻击核潜艇要随行 那相对于美国现在福特级航母 这个编队所配置的特康迪罗加的追降舰啊 还有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啊什么的 我们这个水面舰艇的先进程度 和我们舰艇本身的作战能力啊 那是接航于美国的 攻击核潜艇方面呢 那美国则要是比我们要强 不过呢衡量航母战斗力的最主要的指标啊 还是航母本身 还是航母舰载机的数量 以及啊它的出动效率 美国福特级航母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1万吨 各种舰载机啊 一般都是配置在75到83架之间 那极端的时候可能配置的还多 现在咱们就看这个福特级航母啊 它现在配置的是 F35C嘛 有20架 F18EF呢 有24架 然后它还有7架的那个咆哮者电子战机 就是那个EA18G 然后它还有3架的预警机 3架鱼鹰悬疑运输机啊 以及20架左右的海鹰直升机 另外呢 福特级航母上还会配无人机啊 这个无人机目前是用伙伴加油使用的 那有了这个无人机伙伴加油呢 就可以让出来其他的这个战斗机 就不用再去充当了伙伴加油机的角色了吧 那么从数量上我们一看啊 它舰载机的数量明显是多于我们福建舰的 而且从机型上来看 虽然我们也都有 但是有一种就那个鱼鹰啊 这样的悬疑运输机 我们还是没有的 那更重要的是啊 我们要看到美国航母的使用经验 那远比我们丰富 你比如说它舰载机的出动效率啊 它就很高 出动效率直接就决定了航母的作战能力 在这方面美国肯定是比我们强 所以综合来看啊 虽然我们很难说出这个战斗力 相当于多少多少这样一个准确的数字 这个也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评估 但是外界分析的福建舰 大概相当于福特作战能力的80%啊 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